我不需要站起來 那個 我的主持工作已經有人幫我結束了 剛剛我在想說 那這個一開始之前大家要先自我介紹 大概要花個30分鐘 現在大家都自我介紹 接下來我要說什麼話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在座的各位 有幾位是因為學校的作業而來 不管是老師出一個作業 後來我發現我有興趣 或者是老師要求你必須來這個地方 在座的同學有請 OK 那如果說老師沒有出這個作業 大家會不會來 我說剛剛那個為了作業而來 會還是不會或是不一定 通常這個時候是會有事 好另外就是 除了為了做作業而來的 其他的來參加的朋友 我大概聽了 多數是因為要嘛是曾經接觸過 工作上接觸過 或者是家裡面曾經有移工幫你照顧過 或者是自己的親戚朋友有這樣的經驗 那還有就是可能是自己本身 在其他國家曾經遇過一些喜事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看過一些新聞媒體的一些報導 就覺得想要了解這個議題 最近幾年這個外籍移工的議題 越來越火熱 越來越火熱 那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過去我們在理解外國人的時候 通常我們講外國人 講的是西方人 白人 那邊有個老外 我們腦海一想到的是 一個白人走過來 那個叫老外 如果一個黑人走過來 我們不會認為他是老外 他叫黑人 如果今天是一個韓國人或日本人走過來的話 你不會講他是老外 你說他是韓國人或日本人 然後今天如果說是一個移工走過來的話 你腦海裡面想到的是 他是一個外勞 好 這裡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外勞 不管他 你要用什麼樣的名稱 外勞還是移工 為什麼 所有的東南亞來台灣的 勞工朋友 通通被稱之為外勞 通通被稱之為移工 為什麼他們會被當成是同一個群體 他們被當成同一個群體 內部是不是有一些特別的原因造成 比方說我們國家制度上面 要去輸入這樣的老公 我們的文化裡面 或者我們的社會裡面 就是對於這樣的一群人 很遺憾我要用這樣的詞位 這樣的一群人 對這樣的一群人 可能我們會不自覺的投射出我們一些 我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價值 那個價值可能是一種上對下的觀點 和上對下的態度 但很高興是最近幾年 這樣子一個移工熱情 慢慢的被大家重視 我們也願意去反省 我們自己這個社會 過去以來長期對於 我們所認為的邊垂世界 邊垂國家的那種 那種不友善的態度 那在這裡我也特別高興就是 看到很多的年輕朋友 以前我們在參加活動的時候 像這樣子的活動 來的都是大概同一個時代 老扣扣 老掉牙的人 那尤其今天看到在座 有很多的高中朋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而且還有 因為老師要求要去參加一個社會運動 所以就來這個場合了 可能連對社會運動是什麼 還不是那麼清楚 就來參加這個場合 放出去總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 那那個閒話不多說 我們把今天的時間交給我們 今天的兩位主角 一位是這個我們1095這個計畫的 主要的一個負責人 來自雲南科技大學的關胖 關胖小姐 關安妮小姐 還有另外就是 跟著這個計畫的中興大學的 江彥潔先生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來自雲南科技大學文化市場會部所的光安妮 那這邊是中興大學歷史系列彥潔 我們現在成立了一個1095的團隊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會開始介紹 1095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們跟東南大英明宮 這群可愛的朋友 我們跟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在講之前其實我們要了解到說 台灣它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移民的島 那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新住民 我們都我們的祖先移民到這個地方 那台灣在1990-1980年代之後呢 隨著跨國婚姻 還有跨國移工的開放 有大量大量的東南亞朋友來到我們台灣 那他們的存在讓我們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的台灣社會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多元社會 那現在我們大家都在討論說 我們台灣的民主意識 台灣的認同的問題 那我們到我們希望說 外國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特色的時候 希望他們尊重我們 那我們應該想想 我們是不是有先尊重我們在這個島上的 每一個族群 不管是原住民還是新入民 就是只是環環提留1095天的移工這個族群 那今天呢我們會特別針對 南嶺階級的移工 這幾朋友他們跟我們之間的故事 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介紹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南嶺階級外勞 我們俗稱他們是外勞 那這樣的一個名詞 應該有一個正式的名稱 那我們統稱不管是白領 不管是藍領的工作者 他們從原本的原籍國來到我們台灣 都是移住工作者 那他們會來到台灣 是因為我們當初1980年代之後 我們的就業人口空洞化 那台灣就正式用一個因應的方案來引入他們 那1992年開始正式的外勞工輸入台灣 所以這個年代特別把它標起來 是因為其實這個年代 跟我們都非常的相關 像我本身是八年級生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是處於同一個時空 那但是我們在教育系統或是我們的媒體 關注我們的觀念之下 我們很少有機會真正的接觸到他們的文化 那新入民又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集體 總加起來這些東南亞的朋友 他分別都在我們身邊擔任非常多角色 有同事 剛剛有提到在打工的時候工廠的同事 那還有可能是小吃店的老闆娘 那或者已經成為一個家人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阿公阿嬤 都給他們照顧 那他們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代理的家人 他提供了我們沒辦法提供的一個福利 那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這是我們組成這個團隊的一個原因 我們一直覺得很疑惑 我們這一輩的小朋友 這一輩的學生 八九零年代後出生的學生 明明就跟他們息息相關 我們的城市當中有許多熟悉的風景 都有他們的存在 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正常的管道 正常的價值觀去看他們 那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這個團隊 都是從零開始去接觸這個群體 我們一樣跟大家原本都帶著偏見 帶著原本設定好的問題去接觸他們 但是接觸他們之後 我們就不斷的瓦解我們原本對他的想像 我們才發現說 我們的價值觀還有國際視野是根本很狹隘 很單一 不夠多元 那我們都把他們的國家想的太簡單了 但其實他們擁有的豐富的文化是 就是我們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認識才能夠理解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接下這個挑戰 我跟彥傑就是大家知道我們是不同的學校 那不同的背景 我跟他是一樣都是歷史系 但是我們有更多團員是來自製麵包房 我們都因為這個議題有興趣所以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想做的是一個就是觀察社會的一個實驗 我們已經利用了八個月的時間 從去年十二月開始做了體力調查 留下了紀錄 然後我們在十月份的時候有做了一個展覽 有些在座的朋友有去酒場看 那接下來我們沉澱下來 我們決定再繼續朝著這個議題在深入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用一些文化接觸的方式 讓自己還有讓更多的台中市民可以認識不同的東南亞的文化 那我這邊會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當初怎麼跳進這個田野閣 那我們是用一個把是從學術殿堂走出來 的一個過程 所以一開始我們設定了好多好多問題 我們這些問題都是來自新聞媒體給我們的印象 那我們覺得這些移工他們碰到了哪一些不平等的對待 所以我們進入下來 那我們用比較直接的方式去跟他們接觸 那一開始就是用問卷 那其實問卷後來我們發現得到的效率很低 但是其實也很好玩 我們當初三月份的時候 台灣燈會在台中舉辦 那我們就跑遍了所有的燈會 在那邊發問卷 然後跟 那是我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接觸 我們透過問卷這個媒介 認識他們 主動跟他們講話 那那次的經驗 雖然結果不是很完美 我們沒有留下很多穩定的受訪者的資訊 但是我們跨出了第一步 那第二個 直信訪談就是應該是很多做田野的學生知道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方式 我們做完資訊券之後 我們發覺怎麼辦 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深入他們的故事 那我們就決定回到其中一個團圓 他們的家鄉在東市 我們就去回想說 我們有多久沒回家了 我們有多久沒有去好好的看 我們現在家鄉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團圓就跟我們分享 他們家是種椅子的高山椅 那那邊有許多 不論是照顧阿公阿嬤的家庭康戶 或是比較敏感的逃意外勞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覺得很有趣 我們應該要跨出台中市區 就是大家熟悉的一廣這個區域 我們想要先到農村型的鄉鎮去了解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東市駐點 然後做了很長期的一些訪問 那尤其因為裡面有很多故事 那可能在今天沒有辦法做很完整的講 那我請團圓現在先發一些我們當時做的旗康 那裡面就是可以讓大家參考 我們進入了六位外籍朋友 他們都是家庭康戶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生命故事 你們都可以透過裡面這個其他的文字做了解 好那第三個我們田野的方式是用參與觀察的方式 這些外籍朋友不論他們是什麼宗教 那都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寄托 在台灣他們朋友還有宗教是他們能夠支持他們 勇敢走下去的很大的力量 那所以我們就來到了他們的宗教信仰的一個場所 然後參與他們的節慶 那這是我第一次到台中清真寺 在座可能應該有很多人知道台中清真寺在哪邊 他在大尊南路旁邊是永春國小 永春國小他的造型就是清真寺的那個造型 非常的可愛 那我第一次來到這邊 那個教長他非常閃耀舞教長他非常的熱情 然後我被嚇到 因為我本來想的伊斯蘭教是比較封閉比較保守的 那但是那次的經驗讓我發現原來伊斯蘭教 他們是這麼的寬容 他們希望不同的族群都能夠來了解伊斯蘭教的教律 那自從那次開始 我才對這個宗教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那我也才了解說 印尼他們某部分的宗教的文化 那我講某部分是因為其實印尼他有一萬多個島 那四百多個種族 所以他其實不只伊斯蘭教 那其實但是大家很多人會把印尼都等同伊斯蘭教 那其實他擁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當地的文化 第四個甜蜜的方式是透過網路的觀察 那我們這一輩世代呢 網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我們不同於以前的人類學家 他們到了非洲去做一個印文化的觀察的時候 他們只能用紙筆做出他們個人的一個觀察 但是我們現在有的網路 我們跟我們的受訪者都建立了一個很穩定的一個關係 後來我們一直持續的保持聯絡變成朋友 這些都是因為網路他實在太神奇了 那其實網路當然你會碰到說我們語言的一個障礙 因為我們平時都打不出來 以此可以理解的文字 所以我們都是用Facebook的那個語音的訊息 就一直這樣傳來傳去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這樣的一個方式是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大家現在家庭裡面有很多照顧阿公阿嬤的朋友 那不妨就留下他的Facebook 那三年之後他可能回到他的家鄉了 但是你還是可以跟他繼續保持聯絡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緣分 好 那我在這邊稍微介紹一下台中地區的外籍公的一個情況 目前台中有突破八萬多人的外籍勞工 那分布在這四個行業 這四個行業是合法的外籍移工的行業 那製造業跟社福類的移工 是我們過去八個月主要接觸的對象 製造業我們來到了一些台中的工廠 有西屯的台中工業區 還有大里太平的機械帶工廠 那這幾個月的他們把工廠的過程 才讓我們發現說 原來台中的機械帶公司非常有名的 他們的我們的五金加工也是行銷歐美日 非常有名是台灣經濟基礎的一大工程 但是我們在就以我而言的話 我們的家長從小貫入我們的一個觀念 就是那些工廠都是歐手工 就是都是歐手工 那我們自然而然的在這樣的價值觀背景之下 我們以後就不想要進工廠 以後就不想要從事歐手工 所以現在就業人口會凋零的這麼嚴重 其實是一個累積下來的一個結果 那社福類的移工呢 其實包含看護工機構型的看護 還有家庭幫庸 那我特別把東市區 還有這六個區域標示出來是 這六個區域是台中高齡化最嚴重的一個區域 那它剛好都是在我們台中的外圍 農村型的鄉鎮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想要提出一些議題讓大家去思考 那這邊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目前越南在台中是越南人最多 在第二是印尼人 那許多傳統工廠裡面是外 越南人從事最多 那在公園在家庭陪伴阿公 的話則是印尼的朋友最多 好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到了工廠 看到了這個現象 就是我們的傳統產業 明明就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有價值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青年人口 還是不願意去從事 這樣類型的工作 那當初台灣想要引進外籍勞工 就是希望可以 呃 暫時性的補充這個空洞 但是呃 我們會感覺得到他已經漸漸的替代了 我們呃 最主要的勞力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本末導致的現象 呃 我們在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 我們就引入了這麼大量的外籍勞工 對我們自己不好 對人家也是不好 所以呃 這就跟政策面有關係 所以呃 其實大家可以 今天今晚可能稍微有 有一點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多多關注 政府這方面的政策 呃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來到了一些農村型的鄉鎮 然後採訪了一些呃 呃 他們從事茶農 他們從事果農 他們都提到呃 都非常的感慨 提到了就是說 很多年輕人都不會回家鄉 繼續從事這樣農業的工作 所以他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只好聘請呃 草立和外擾 所以呃 我們會聽到說 你喝的茶 你吃的水果 都是那些外籍勞工種的 其實這樣呃 不一點都沒有錯不為過 那但是呃 呃 這樣的一個一個現象 就呈現出來呃 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 逃跑外勞 呃 為什麼會有逃跑外勞 那 他的 嗯 他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呃 台灣的 對於農業的作業人口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 喚起這樣的意識呢 那這其實中間有很多 複雜的呃 呃 一個一個一個結構 那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呃 呃 也有訪問到 逃亡外勞 那 大家如果翻到我們的 其他裡面會有一篇 他的生命故事 呃 逃跑外勞 其實他為什麼會逃跑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不是只有呃 一個單方面的 一個人的錯 他就會逃跑 呃 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一個選擇 那 有可能是工作環境 待遇不好 不健全 那但是我們都相信 事處有因 所以呃 我覺得我們看待 逃亡外勞 呃 大家現在這個移工的意識 比較強 所以我們也可以就是 大家來互相討論說 到底這樣的狀況要怎麼解決 好 那呃 呃 我們這場田野 呃 最後他轉化成一個展覽 那 其實當初 轉化成展覽 就是我的一個目標 因為呃 我在 一年兩年前 看了 顧密林的 顧密林的書 呃 然後之後 我又接觸了 呃 台灣國際勞動協會 那他們就透過了一些 呃 勞動的賠例課程 讓他們自主性的去辦展覽 他其實對我的影響 非常非常的大 我才發現 用藝術去討論社會議題 是一個比較軟性的方式 讓大家 能夠呃 一邊去欣賞這些 衝擊性的 呃 視覺的東西 然後一方面去想 呃 到底是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 呃 我們這一次就決定用 展覽的方式去呈現 那呃 其實陸陸續續 我們正經五年來 不論是民間團體 或是博物館 我們都很 呃 慢慢的去強調 文化平權 這個事情 就是 博物館一樣 呃 每個觀眾都擁有一樣的 文化權 他來到這邊 呃 不分 不分種族 都應該擁有 可以欣賞文化 彈術文化的一個 權利 所以 我們認為說 展覽 人工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公開的 一個 可以邀請大家來 論述的 一個地方 那這個 這次展覽 其實我們得到 很多很多的回饋 在開幕當天 我們邀請了一位 呃 那其實大家會很驚豔 但那其實就是他的另外一種身份 我們常常會覺得勞工勞工他就是勞工 但是我們忘記了他很多更多元的身份 所以展覽就是一個可以讓很多階層的人 一起碰觸撞擊一些想法 那回歸到我們展覽的設計 我們就是想讓大家比較赤裸的去面對 我們曾經錯過的行為 這樣的一個裝置藝術 我們希望用黑網圍住一個像另外勞工的家人 那上面有綁了非常多的字卡 這些字卡上面的字句是 一些我們曾經有心無心講過的話 例如說你香水味好重喔 然後或是黑黑髒髒的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聽過 或是自己都講過 那但是這些字句其實慢慢的累積下來 就會讓兩個不同種族的人 築起了心中的那道牆 我們都會因為這些故技 所以沒辦法很正常的交流 所以這個裝置藝術就是想讓大家去體會一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覺得說想要破除這樣的一個高牆 需要努力 那展覽就是一個練習的機會 我們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很多年輕的志工來幫忙做導覽 他在透過導覽的這個過程 他一直在整理自己對於移工的一些想法 然後他親自面對不同年齡層的觀眾 像這個年輕的志工 他就是在跟一個長輩在講這個展覽 那我覺得我看到這一個畫面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世代在對話 那我們可以一起為了移工這個議題 然後一起想要企圖去交流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展覽的裡面也有放一些很大型的大圖書書 那這個其中這個是一間大禮的工廠 裡面的一個機具的樣貌 那其實相信很多朋友 他們你們家或是你們親戚 都還是傳統工廠 那其實這些老闆他們每個人白手起家 都有一段他們自己的寫漢的歷史 寫漢的故事 那但是會不會發現這些老闆其實都很避暑 都不太會講自己的故事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爸爸那一輩的共同的一個 一個心態就是他們白手起家 那他們希望兒女成龍成鳳 那但是對於自己的一些成就 反而不會再多說 那但是我們就碰到了一個也是傳統工廠的老闆 他看到我們去拍這些機具 他就來討我們說你知不知道這些機具的名字 那他當下就當起了小老師在那邊教我們這些機具的功能 那我就覺得終於他有一個機會可以講他自己的東西 那我覺得雖然我不知道他跟他的移工的下屬 相處的怎麼樣 那我很開心他能夠來到現場來教我們這些 這些知識 那其實我們因為在做田野 然後認識了很多外籍朋友 那其實我們以前也不知道他們有這些身份 因為我們是在工作的時候 他工作的時候去看他 那一邊工作一邊訪談 那後來我們才漸漸的發現他們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面貌 像是被這個群這群朋友 一名的朋友 他們在台灣組成了一個自學性的一個社團 學習社團 類似我們台灣的補校 他們透過一個空中 空中教學的方式來補足了小學 國中高中的學歷 那這樣學歷是定理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他們其實有非常可求知識的面面 那只是我們都只看到他勞工的面面 所以其實他們還組成了很多不同的社團 那我覺得這就是讓我們 我們應該要去看到的魚面 好那在我這部分 我最後想要提出來一個反思 就是這句話是一個觀眾 他對我們的一個回饋 但是他是大陸籍的學生 他說台灣對我而言是個故鄉 但是我對台灣而言只是一個過客 那我聽到的時候我就有點難過 因為我會覺得說 他在台灣一定留下很多很多很好的印象 但是他可能因為一些台灣的政策之下 讓他覺得他只是一個過客 他沒辦法久留在台灣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可以呼應到很多外籍勞工的心聲 他們在台灣雖然接受到很多收穫 但是他們終究就只能待12年到14年 他們沒有辦法久留在台灣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政策下 台灣的政府好像也是認為他們是一個過客 所以相對的社會福利或是一些勞工權利方面 都比較沒有那麼謹慎的再去制定 所以我一直想要把這句話記起來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血淋淋的一個心聲 那所以我們台灣或是台中到底 我們對萬一勞工那顆友善的心在哪裡 那我們是不是未來可以創造更多友善的空間 不論是工作環境或是說休閒生活的環境 都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請彥傑來講一下 我們展覽過後沉澱下來 然後我們決定重新定一些方向 我們重新做一些實驗 他繼續的去接觸東南亞的文化 好 歡迎你們彥傑 大家好 我是彥傑 我是中興大學的歷史系列學生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是有參加很多的服務的一個活動 或者說看在新聞社去做人的採訪 那就是我去採訪之後 他就遇到很多人店家也好 做報告嗎 還是來做作業 就是當下聽起來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有一個 就是自己比較不稱重的 想要改變社會的一些東西 那我也覺得說 我正在做一些改變社會的東西 那我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會認為說 我就是來這邊做報告做作業的樣子而已 然後一直到大禪的時候 找一個環島的公益的一個服務 然後我們去花蓮 然後一個小朋友給我們回饋 就是他在跟我們別離的時候 他跟我說大哥下輩子再見 那我剛才聽到說 會讓我就很震撼 因為他們知道說 你一旦離開這裡之後 你就再也不會回來 那我就去想到說 那我昨天的服務到底是 是為了自己成長 為了自己的 呃呃呃... 呃... 呃... 是... 到底是能改變什麼 所以... 呃... 一開始我跟 就是天昭安妮的計劃我跟他講說 呃... 呃... 我們這計劃 他不... 麥克風的 game стен展示 他說 大家對於學生團體 還是有這個激烈印象說 哦 所以做完這個計劃就結束了 那可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改變社會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 我自己在定義應就這個團體的時候 不會認為還是一個全團體 那我也希望說大家是可以 不把自己當成全團體 去做一些真的可以改變社會的事情 也許現在大家還在學習 可是我就漸漸的是 就是剛才聽到很多事來做作業做報告 沒關係我覺得那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可是在學習的過程之後 我們應該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到底能為所有的帶來什麼 一直為他們從他們身上接取東西嗎 因為其實很多店家 或者是很多的受訪者 他們前面接受的數百組的採訪 那他們很多的不好的經驗 會讓我們覺得說 學習團體就是這樣 所以我會想說 大家可以不要當這樣的學習團體 就是即使作業也好 我覺得都沒關係 其實自己在自己的定位上 自己應該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你要做什麼的樣子 所以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們之後的一個目標 那終極目標就是理解光榮聽眾 那說起來很簡單 那要怎麼達到這件事情呢 就是要往前推 就是要有一個友善環境 那這個往前推就是文化橋樑 因為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做展覽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很多人對這個是有興趣 就像在場很多大家是對這個有興趣 可是大家不知道去哪裡接觸 大家不知道去哪裡去吸收這些資訊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地方是有 提供這樣的資訊的地方 這樣一個平台 這樣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想要搭起文化橋樑 藉由文化接觸 那所以我們推了兩個活動 一個叫地公餐廠 一個是BIP大冒險 那地公餐廠是就是撐接 台北的中正的一個活動 那等一下我會再細細說明 那就這樣說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以地公餐 為根據地 因為台中在日時期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發達的地方 那因為台中在南北的貨運 是一個很大的潔散地 那地公餐廠是在火戰前面 所以他其實那邊是以前叫第一市場 那很大量的貨物都會在那邊做提範 那其實那邊曾經翻臨到說 他是全台灣房價最貴的時候 那為什麼現在好像有點沒落 那就是因為很多的政策面的問題 或者說就是產權很複雜的原因 然後那時候消防的法規又不健全 所以那邊發生很多次大火 那所以那邊漸漸沒落 然後剛好他沒落的時期又是 移公告引進的時期 所以那邊慢慢形成了一個 移公的一個奇善地 那當然就會有人去講說 就是因為移公進駐 所以這邊還太衰落了 那因為我覺得說他其實是一個很珍貴的地方 為什麼很珍貴呢 那邊有印尼、越南、泰國跟貝律賓的文化商圈 總算五國 誒?我剛剛不都治國了 總算五國 還有台灣的 台灣的舊 舊店家 像布航啊 還有像秘兜兵的奇善地 信法庭 然後跟一些小吃店 其實都還在那個地方 那那邊有五國文化 他那邊應該是很珍貴的地方 因為一個國家的文化 他的體育其實是很深厚的 因為他們這個國家的歷史 絕對不是一兩百年可以說得完的 就是他們的國家其實也是 歷史的體育是很深厚的 所以我看到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讓他成為一個文化接觸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就推了帝拉密大冒險 那今天檢查的帝拉密 帝拉密 他其實是印尼印尼化的金字塔類似 那以前的第一廣場前面有個金字塔 那他們都用帝拉密來代行這個地方 那現在的帝拉密已經就是 已經撤掉了 因為之前有大火跟一些消防的一些安全的問題 那就是中網員那邊現在裁掉 可是他們像印尼的朋友 還是會移帝拉密來代行這個地方 那大冒險的意思是 就是我會希望說大家 大概一個小時候都會有去 可能秘密基地啊 或什麼去探險的那種 那種就是玩性你知道嗎 我希望大家是有一個 一個玩的興趣 然後去探索的地方 而不是就是 把它當成就是 一個文化地 或者做功課的地方 才勉強踏進去 我覺得希望大家有興趣去探索的地方 那 契基是 這團的朋友 那他知道我 我在做伊尼九的企劃 然後他就說 誒 看他們剛好還要做報告 然後 這也是要做 東區的報告 然後就一部分是要做到第一廣場 然後就請我 帶他們去認識 那我就帶他們去 繞繞走走啊 然後 然後 就把這個 心得 跟照片 拖上去 想不到 就很大 呃 就是 這拖上去兩天後 就 就一個老師 他跟我說 就是 請問可以參加 就是新一天的 第一項導演之旅嗎 然後 我就問他說 欸 老師你好 請問大家多少人啊 他說 150人 這人數有太多 我們可能 我們能力看還不夠啊 然後 就跟他跟老師說 就跟他商量說 欸我們可能 呃 就做了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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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這個班 我們這一天會帶 那前面我們有帶了一些團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讓我 滿驚訝 就是 原來大家是對這個興趣 然後 漸漸的 一次一次的就是 人越來越多 然後 甚至是 有些參加團員 就是 變成我們上次的導演員 跟 就是我們上次的紀錄 那 呃 就是 做了 做了 這個計畫開始之後才發現 原來大家 對這個地方是有興趣的 是 大家沒有 沒有一個機會可以去接觸的地方 那 我們剛好對這個地方 稍微了解多一點點 然後 就帶大家 去 去調理的地方 可是 其實我沒有要再 就是我沒有要給大家一個 一個指示 可是我是 稍微讓大家去 引導大家去 看你的地方 因為大家是不敢進去嗎 所以我們只 帶大家進去而已 我們便沒有要跟大家講說 喔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沒有 我們沒有要講說 所以我們是 用體驗堂師去 去 那是地方 那當然就是 我們進去這個地方 我們會有 也團員一些 呃 我覺得一些守則的感覺 那第一條 就是射擊四把槍 就是 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是 呃 你自己想想看 路上 有人拿來幫你相機 也是對那把 你感覺會如何 那 我們既然感覺不好受 那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去 呃 把射擊 大大大對著編排 那我確實是一個 怎麼講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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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射擊的時候 你應該要 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 呃 其實這個在台灣也常發生 就是 呃 我常常會說 呃 就是 我前陣子聽到 就是 我的朋友 呃 是中國裔的朋友 然後他是 來自泰國曼谷 然後就 就有 他 他就有同學問他說 呃 你們泰國現在還在騎大巷嗎 就是 就是 還有其他發生的是 原住民 啊不要講 原住民 花蓮 就問 臺北的 臺北的 臺北的朋友 問他 問華人的朋友 說 欸你們現在還在騎山豬嗎 就是 就是 這種東西 我自己是很難想 因為我自己想一下 所以我對這種事情 是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在 所以我覺得 欸 就是你自己都不想要 被人家這樣子 呃 怎麼講 去定義你 那 你為什麼要現在去定義別人 所以 因為幾手不一步私餘 然後 第三個就是 呃 因為那個地方空間其實是很小 所以 其實我們 呃 那麼多人進去是會 排擠到他們消費空間 而且他們 一個禮拜只有休假一天 就禮拜天而已 然後 加上他們很多是從 呃 南投 雲林 就是各地來的 因為 呃 前面安妮有提到 呃 台中是 好像 少數擁有 輕人士的 台灣少數擁有輕人士的地方 那 又加上第一工廠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消費的商圈 所以 其實他很多地方的 移工會 特地來到台中 做消費 或說 跟朋友聊聊 就是做一個休閒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 那麼多人進去的話 其實會排擠到他們的 消費空間 他們其實在台灣的 空間 其實已經夠少了 那如果我們 那麼多進去的話 就是不是一定會排擠到他們 所以 就會讓大家是 稍微有點分散的行動 這樣子 三個一組這樣子 的行動 然後 再來要分享說 喜歡的力量大於 呃 通錢力量 就是我們常常在做一些社會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 訴諸悲情 可是訴諸悲情 這個東西 噢 我今天 好 我覺得回去要改變你的東西 可是 這種東西是很 很短暫的 因為就是 人其實 某部分還是蠻自私的 所以 你對於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會 付出更多 不會是你同情的東西 因為 同情的東西太多了 可是你喜歡的東西 你就會去努力 去改變 去 怎麼樣 其實你很累 都會去做 就這麼說好了 就是 假設你喜歡看韓劇 那 你如果很累 你回家就看韓劇 不會因為你今天很累 你可能看得好 一百部了 你就不看韓劇 就是 這東西是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可以去翻轉的一個想法 所以 我想說 讓大家去 喜歡上這個文化 喜歡上那個地方 然後漸漸的 也許可以 偷身去做一點改變 這樣子 像這是 我有出一些 一些題目 比如說 電話卡 或是 去找個食物啊 然後他們就會去 去排 然後就在 翻轉時間的時候 他們就 他們就自己聊起來 結果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特意去引導 他們就自己聊得很開心 然後就 我被晾在一邊 你知道嗎 就是 他們就自己聊起來 然後 像這個是 泰式的香腸 那跟 台灣的就很不一樣 因為 翻面包的是 米粉 我去見的料 我不太清楚 因為 這部分我們還沒問得很清楚 那 他就包了一些米粉 然後就是 他的香味就還蠻香的 就比台灣的香腸 就是那個 肉味更香 更香 然後就是 這個 打泡葉 就是 我們台灣吃到很多 泰式的打泡飯 其實 都是加九層湯 可是正統的打泡飯 打泡飯應該是要加 打泡葉才對 對 那 這是我們去泰國 泰式 泰國的雜貨店 看到的 然後 這是烤蛋 這很特別 就是他 我們想說奇怪 烤蛋怎麼串 他就用串起來來烤 那我們說 烤蛋怎麼串起來烤啊 然後一問一下才發現 他是把他那個蛋抽出來 然後再把 就把 就是那個蒸蛋 蒸蛋組的方式 只是變在 就是住進去而已 對 然後就是 住進去之後 再把他打去 那個烤爐那邊烤 然後烤起來很像 對 那這是 學員的一個心得 那 他 他就分享說 就是他幾天 PO在他自己的臉書上 他說 呃 現在經過的時候 已經不會再害怕了 而是抱了一個 就是 愉快的心情 因為他想到的是 當初他進去 那個愉快的回憶 就是 這是我想要去 去 嗯 做到的事情 因為 所以我看到這片段 很感動 因為這個效果打得到 就是 他是真的喜歡這個文化 然後自己 自己還想要再踏進去 那 我覺得文化的結束 就像一塊磚頭一樣 那 越多的磚頭 然後才能搭起一個 文物的文化橋樑 因為你 我覺得 現在台灣的 對於外企老公 或者說 東南亞人士 想像過於單一 因為東南亞是一個媒體 那我們 多接觸一點 呃 東南亞的人士 我們就會建立 建立不一樣的印象 那 就慢慢的 更多元 那 才有辦法去認識這個文化 這個 這個族群 那 這個是 也是一個學員分享的 那 他 進去的時候 就是 很多人都會跟他講說 這個不完全 你要小心一點 你一個女神 一定要小心一點 那 可是他自己進來的時候 會發現很多 很熱情的人 然後很多 很友善的人 那 其實不完全不是他 當初想像的那樣 那 就是想要講的是 呃 呃 當然 我們可能接觸到的 都是熱情友善 可是當然一定有不好人 就算台灣人也不好人 對啊 那 就是 嗯 這是一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再來 那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做的小書攤 那 呃 剛剛講到這個計畫 是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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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分享一個一個故事 呃 呃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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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然後就是 跟輾轉 借到就是 他那邊的書 那 他說 喔 這本書是他要的 Oh thank you the book that I want some book can free my soul 就是 他說這本書是可以 建立了我的靈魂 那 就是 那時候 對我來說是很 感觸很深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都忘了 東南移民工 並不是不是字 他們只是不是中文字而已 這樣 像主編那個是 呃 應該是一個作家 他是印尼的 印尼的作家 然後最近也要出書了 對 那我們常常會 會認為說 喔他怎麼都不會講中文啊 怎麼很沒有文化啊 就是 可是其實我們 我們錯 因為我們去 我不懂法文 人家會覺得說我們是 沒有文化嗎 就是 很豐密吧 對啊 所以 就是 這個讓我覺得很震撼 然後我覺得 慢慢的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 會開始 跟他們 越來越多接觸 然後 剛才講到就是 在印尼 治癒社團 因為 當初在做這個 印尼的 地關小石 橋出戰的時候 我是 有點半盤對戰狀態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 做展覽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做影片 我們有做看錄 我們還有做展覽 然後我們只有 一二十人而已 然後一個月內要完成 然後 還要做這個活動 那時候我就反正說 喔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活動 這樣很 很沒有效應 因為那時候 我也想要去做一點改變 然後想要做 沒有效應的事情 然後結果 沒想到就是 我們要在小石灘 遇到的 這群人 然後 在我們展覽的時候 他們 竟然就是 整群人就是來 參觀我們展覽 但我覺得說 原來他不只是一個 就是 一個小石灘 他是一個 我們和他們 接觸的一個 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就開始試著去 小石灘去接觸他們 那 就是 有一次就是 我跟我的 我們的好朋友 伊恩 就是 提到說 就是我想要 去拍 就是 因為我看到很多印尼朋友 他們都會 彈吉他唱歌 然後我想要去拍一拍 他們那個唱歌的畫面 然後 可是我不敢 我不敢 原來是因為 我覺得相機又侵略到 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射擊是一把 一把槍 我覺得我會侵略到他們 所以 就很不敢去靠近他們的樣子 然後就 拉著我過去 然後就問他們說 我們可以拍 拍你們嗎 然後他們其實就很熱情的 就答應了 然後我們就 聽他們唱歌 然後就 把他們 唱歌的畫面 錄下拍下 然後 就是 給他們一點鼓勵 然後就很開心 就是 那我想到說 其實 他們有 像我們講的就是 跟我們哥們很大嗎 其實也沒有 就是 每個人聽到鼓勵都會覺得很開心 這 我覺得是 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想到的 那 我們未來會有一些活動 比如說電影院 比如說 印尼跟泰文的歌 要跳唱 然後還有 每次節目的直播 那 那 每次節目的影片 我們之前也是有拍過 那 我想是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 其實藉由這種影片的 方式 可以讓大家去 去 認識這樣子 然後我們未來 希望說可以幫他改造 低工廠 讓他更 更容易 讓台灣人進去那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最後想要 做到就是 讓外國朋友 帶認識台中 這樣子 然後 再來要做個反思就是 因為 林家宏市長說 要把低工廠 改成東協工廠 那 就是 關於 東協工廠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 台灣常常會 把他們 定義為 東南亞人 東南亞族群 那 他們真的喜歡那邊定義嗎 就像我接觸到 泰國人 就是 他們是很 很 他幫我認識的 像我們常常會講說 泰國人妖 可是 他們不會覺得 他們覺得泰國人妖這個字是很 很 很不可思議的 因為 他們不會用人妖這個字來形容 第三性別 就是 他們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你想要當女生 想要當男生 那你就去當 就是 我不會因為這樣子去 拍起你 你當 第三性別的一個空間 那 像 印尼朋友 就是 我接觸到印尼朋友 都很 很熱心 然後 就是 會很樂意去分享他們 他們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 那當然我接觸到 只是一小部分 可能還有不一樣的人 那 慢慢接觸 你會有更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 我會想 泰國主義觀念是說 東南亞人真的是 就是 我們應該要將定義他們嗎 那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把這裡 視為一個問題 那你看到的都會是問題 而不是文化 一個 有人類 群聚而醞釀出的文化 好 這是地工廠 謝謝大家 我們待會會會開放 讓各位 問一些問題 在這之前呢 呃 我先提出幾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 大家可以先想一想 第一個就是 呃 剛剛這裡面投影片 能不能借一下 喜歡的力量大於同情的力量 如果你不喜歡呢 舉例來講 我就是不喜歡 泰國的文化 我就是不喜歡 跟我說不同的語言 的人 那如果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心 他們用什麼態度 來面對 和我們不同的一句人 這個當然是最佳的狀況 但如果我不喜歡 我就是不喜歡 海峽對岸的強迫人 但是強迫人 都在我身邊 我要用什麼樣的心態 跟態度 來面對強迫人 這是第一個 好 學會理解 包容尊重 我這個都不是沒有針對性 喔 而是目前我們在面對 異文化的時候 通常都會出現的一些盲點 學會理解 包容與尊重 很容易 怎麼做 我們要理解 要尊重要包容 我們要理解要尊重要包容 我要理解要尊重要包容 這是你的文化所以我尊重你 這是你的文化我尊重你 我理解你我包容你 好 我在這邊跟各位舉一個例子 台灣是還沒有出現這個情形 如果我們真的開始邁向一個多元的社會 而未來呢 來台灣的移民人數越來越多 來自各國的國家的移民越來越多 我們去想像一下 假如今天台灣政府突然之間發現到面對全球的難民 我們不能夠再置身事外了 我們要去接納難民 剛好今天非洲某一個國家發生戰爭 有來自這個國家的難民出來 我們接受他了 好 這個非洲的難民呢 在他的部落裡面 他們有執行一下 現在被認為是 對女性造成永遠無法彌補傷害的一個一次 割離 好 那他來到這個地方了 我到這個地方 都會找到跟我相同的人一起住嘛 對不對 所以呢難民就住在這個地方 成為一個群一個聚落 這裡面他們照樣把他在非洲的那個儀式帶過來 我們要怎麼去把這一句話拿出來 你的理解要到什麼程度 你的包容要到什麼程度 你的尊重到什麼程度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打造友善的環境 友善要到什麼程度 如何打造友善的環境 台北車站的爭議 大家知道嗎 台北車站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 因為那涉及到的是空間的問題 好 另外一個事情是 如果我們要打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們要去解放這一個原來限定在 只有那個特定公用途才能使用的空間 那麼 這樣子一個空間 我們要解放到哪一個地步 我現在可以透過公家的力量去辦 這個開災節 那麼對於天主教徒 他的宗教性的節日文化性的節日 還有對於泰國人 他的宗教性的節日文化性的節日 是不是也應該同樣在台北車站能夠 共同擁有這個空間 共同在這個空間舉辦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意味著 包括台灣人自己的文化性的節目 宗教性的節日也應該在這個空間 能夠去舉行 那這樣的空間 我們要解放到哪一個程度 再來搭起文化橋樑 同樣的道理 搭起文化的橋樑去尊重去認同去包容去尊重 這都是很容易說出來的事情 可是我們那個橋樑到底要怎麼去搭 到底是怎麼去搭 我們一直在講 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 台灣未來要邁上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然後當我們在講台灣要去尊重多元文化 要去包容不同的差異 要去理解不同的差異 要去實現多元文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忘記了一件事情 西方人他們所說的多元文化 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落入到相對主義 因為差異裡面還有差異 差異裡面還有差異 差異裡面還有差異 不斷的切下去的結果就會 我們一直在尋找我們那個阿基里的原點會消失了 你不知道在哪裡 因此對於他們來講 他們在講的多元文化 其實是在嘗試尋找尊重差異 還有尊重普世價值之間 兩者之間做一個調和 怎麼調和在不同的脈絡 不同的情形之下 會有不同的調和的方式 一直在尋找的是這一點 永遠都是如此 尤其是對於我們像我們這樣子一個 長期以來都是 單一 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 就是一個國族的國家 雖然我們認為說台灣 在這個移民工進來之前 我們有原住民 原住民在今天 即使今天原民會宣布這個 我們有14度15度 但是總人口還是一樣不到5% 人數就是這麼少 長期以來我們幾乎可以說是單一文化的國家 在面對這個情形的時候呢 如何搭起文化橋樑 如何打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還有面對理解包容尊重 怎麼去做 為什麼這是重要的 我記得我曾經採訪一個陸生 那個陸生講說 台灣人真的很友善 可是他覺得那個友善 其實讓他不舒服 然後呢 半年之後我為了另外一個主題 到北京去採訪一個 非常就是當地非常有名的一個 文化界的異議人士 他也跟我說台灣人很友善 可是呢台灣人的友善 讓他感覺到不對勁 舉例來講 各位應該聽過一個例子 喊喊 對岸的強迫人 這個應該對岸看不到吧 他曾經聽過一個例子 說他來台灣旅遊 手機丟在計程車上 繞了一圈回來之後呢 那計程車司機把手機送到那個 他住的飯店去 他對岸話台灣人好有人情味 可是我們在座的各位 丟手機沒有拿回來 是不是比例很多 那我們丟手機拿回來 我們會說我們台灣人好有人情味 我們有的時候我們的友善 我們的理解 我們所謂的包容 我們所說的尊重 我們所說的尊重 對於我們理解包容尊重的那一方來講 其實很可能就是 什麼東西 其實啦 或是願意看到這差異的狀況 如果我不喜歡他 我就是不喜歡 那我要用什麼態度 我不喜歡他 但是我仍然可以跟他和平共同 還是我不喜歡他 我仍然要強迫我去友善 強迫我自己去搭起文化強調 還是強迫我去理解包容 還是怎麼樣 以上這個是我自己的一些大概的想法 那接下來歡迎各位提出問題 針對我們兩位這個這個年輕的朋友 還有他們所做的事情 各位有任何的問題都給你提出來 不要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話 我這個人就是 天生就是烏鴉 所以專門講一些烏鴉會講的話 烏鴉會發出的聲音 在這個學術殿堂裡面 你通常做的都是這麼好事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現行的台灣的就是 勞委會就是針對於 萬一勞工 就是這方面的制度上的福利 對等等這部分其實 因為 整個來講的話 其實都還不是做得很 就是完善 對比如說照顧啊 或者是福利等等各方面還有 對那我想請問一下 兩位講者就是說 如果針對現在現行目前就是 然後會就是規範的這些不平等的這些 待遇上有沒有就是做相關的回應 好 謝謝 其實有關於他們的福利啊 或是薪資 這個都是我們最一開始 應該說我們開始要接觸外籍勞工之前 我們知道我們是想要記錄他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接收到的資訊 都是這些制度性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也曾經很直接的問過他們 你覺得你這樣子15840一個月 那你覺得這樣會不會很苦啊 你這樣子怎麼生活啊 這樣子很直接的去問他 對因為我們接收到的就是 他們的福利不夠 他們的薪資不夠 他們沒有受勞幾把保障 等等的資訊 但是其實我覺得要了解 要了解他們應該是要雙管齊下 就是一方面我們自己都一直在補充法務上的一些知識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你要把他回歸到他是 他是一個人 那他在生活上面 儘管他會受到這些限制 他一個月就只有15840 扣除掉健保 然後還有一個月要繳1800給中介 那其實只有1萬1萬2的一個薪水 但是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那他們甚至說他們跟雇主之間的感情這些 而且我覺得不能說只能從薪資這邊就去判斷整個狀況 那但是當然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要有個意識 就是同樣在台灣工作 為什麼有一個職業是沒有受到勞幾把保障 那就是家庭攤護工 他的他目前的法案就只有家世勞共法的草案 那這個草案已經擱置非常久了 那他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法律去保障他的薪資還有福利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台灣又要去討論長期照顧 那這樣是一個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就想要去照顧另外一個群體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當然法律是一個工具 我們每個人都要去了解 因為當你要保障自己或是你要去保護別人的時候 你就要去了解法律 所以其實我還蠻 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都注意一下自己 對於勞幾把的這個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們每個人都會出社會嘛 那就可以去看說到底我們受保障的是哪些東西 那相對的外國人他在我們台灣 又沒有被受保障的又是哪一些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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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發表一些意見 我想在那個80年代的時候 那個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 文化的濃度 一個multing pot 可是到了90年代的時候發現其實不是這樣子 慢慢到了2000年的時候 然後學術學就是把自己定位是一個multiculture 一個moselle 就像一個馬賽克或是一個香籤 或是像一個教堂的不同 一個很大的玻璃 但是很大一個橱窗 但是有不同顏色的玻璃這樣組合在一起 那他們認為說其實他的文化是這樣子 就是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背景都組合在一起 那至於我想要去了解對方的話 其實可以從食物開始 比如說越南 其實越南的話有北越中越南越 三個地方的菜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像很多人以為說 去美國的那個 都是墨西哥其實不是 很多是像是從南美洲不同地方去的 那我就是慢慢接出去他們餐廳 然後吃他們菜 他們跟我講喔這什麼地方什麼口味 慢慢了解他們的國語文化 所以其實我想從食物開始 可以慢慢了解他們 哪一位要回應一下 回應一下 看我身材不知道 就是我那一吃 所以就是異拉蜜 大冒險就是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吃 那就是像那個林大哥那一團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帶的時候 我們也想要講很多深度的東西 然後就有一半時間還是在吃 就是他們自己自主跑去吃 那像印尼就有沙爹烤肉 那就是 我就查之後發現就是 原來我們台灣有一個醬 這個它音樂很深 就是沙哈醬 沙哈醬其實它的源頭是沙爹 沙爹的那個醬 對 那因為印尼的沙爹烤肉 其實是 世界上蠻著名的一個美食 好像有進入前二十大嘛 二十大美食名單裡面 然後就是 因為有很多華人會去印尼 然後把這個東西帶回中國 那中國就把它帶回台灣 所以其實沙哈醬只有加量遠遠在 然後像 泰國的料理的部分 其實台灣的泰國料理都是以 泰國東北的料理為主 上次我們帶 跟就是中國裔的朋友 梁娜沙 他住飯店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台灣人都像什麼 涼拌木瓜 或說就是 那種比較酸辣的東西 其實都是偏東北 東北方 那 邁國外邊其實吃的是 比較清淡一點的食物 對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我講一下酸魚湯 就是 酸辣湯 酸辣湯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食物 就是我喝酸辣湯的時候 就是他辣是會 就是你第一口喝下去不會辣 然後就是會酸酸甜甜的感覺 然後再喝下去之後 這個辣 辣可能會降上來 然後他的魚肉就是 就是吃起來不會辣 就是他是甘甜 被鎖在裡面 就是很特別的 一道料理 就是你們要去吃的話 就可以吃 痾酸辣湯 酸魚湯 換成叫 洞梁 那個太太我怎麼叫洞梁 你可以去問一下 就是洞梁的 這東西 謝謝 剛剛我們這個 長官呢 官同學長官 他剛剛講了一個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好 如果我們的基本工資 是有收到勞基法的保障 那獨獨只有外籍的移工 是領15840 排除在勞基法的保障之外 OK 如果 有一群外籍移工 覺得 我們不要再理這個15840的 我們就咱們集結成為一個協會吧 我們就組一個工會吧 工會就上街頭了 就像館廠工人一樣 就像胡道那個收備員一樣 就像任何一個勞工團體一樣 站到街頭去 爭取他們應該擁有的基本工資 沒有任何台灣的勞工團體去協助喔 什麼TY啊 什麼台灣人權協會 通通沒有喔 都退出了 什麼原因退出 我們先不管 都退出了 我們 能不能接受 台灣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個外籍移工的工會 在宜蘭 宜蘭那邊的 余工組織的工會 只有這一個 到目前為止 沒有其他人 我們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接受 有一群 來自東南亞的 那麼落後的國家 給你的15800很好了啊 你還要爭 你去緬甸 你看我們前一陣子 前幾天不是在開放緬甸移工嗎 各位知道在緬甸工作 薪水多少錢 現在此時此刻我不知道 在2007年08年我在太米邊境做體驗研究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到泰國打工的緬甸移工 一天的薪水是20塊泰鎚 挖馬路 20塊大家覺得很少嗎 在緬甸境內是5塊泰鎚 他到太米邊境是20塊泰鎚 多不多 四倍 於是我們就講給你這麼 給你個1580再扣掉什麼 那扣掉時數多少錢 一千多塊 再怎麼樣你還有個一萬塊嗎 你在緬甸你有一萬塊 你要敢 你要知足不要抗議了 還是我們能夠支持外籍的移工 仍然跟台灣人一樣 擁有組織的權利 還有沒有其他的 哪會同朋友 你好 因為我本身是念那個 國際關係 那我以為現在就是因緣際會 在教科大的學生憲政於法治 對 那我就是 第一個是經濟的心得分享 是說就是 因為剛好明年也是要準備選舉 我們的選舉 那我相信該座各位有很多 就是因為你是關心這個議題的 同好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說明年選舉的時候 就是能夠去多看一下 願意支持那種一些 或是會去關心這個議題的 認識的選舉人 那種議員們 就是候選人 去拖累他們 那樣子 那不是說就是 好像有一個都是 依照什麼這種 政黨的傾向去進行投票 那我認為就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 什麼自己對自己的權力 或是他的權力 就是認知 那再來是 然後接續老師 那樣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打造 文化的橋梁 或友善環境 我有朋友跟我說 他覺得吃斑鳩很殘忍 或者是就是 好像新洲界 好像越南的老公 會去吃貓蜜 什麼之類的狀況 但是遇到這種 就是這些 所謂就成了一個 非常大的奇異的時候 那就兩位的觀點而已 我們要怎麼樣去打造一個 可以解放我們身上的環境 對付這些狀況 我們要不要再開放 兩位朋友提問題 然後再討明有 我們兩位年輕優秀的實務工作者來回答 還有沒有其他 現場的朋友 還有沒有其他 我在那個簡報裡面 我看到 就是有稍微聊到那個 印尼的好像自學的社團 我會比較好奇的就是 他們所謂的自學性社團 他們都在自學 假用性質的提升 就是自我學習這樣子 那他們是一個封閉性的社團 還是他們有實體空間嗎 還是都只在臉書上面的社團 會不會不講了解這一個 對 來 再一位 還有沒有 這個議題也許比較 我現在講這個 也許跟這個沒有資源 但是我是覺得 稍微思考一下 臺灣美人今天這麼多 東南亞移工跟移民 可是我們跟東南亞的外交關係 沒有變得比較好 而且還長期的被東協 排除災 甚至菲律賓 跟菲律賓之間 還有很緊張的關係 那這個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們民間其實對 這個東南亞在尋人 第一 我們沒有像對白人沒有熱情 我想這個 導致我們沒有國民外交的效果 這是一個還蠻大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但是我們政府其實也是忽略 這一塊 對東南亞的這種外交經驗 沒有把 引進外勞或新住民 這樣的官員跟 外交的總體 做了解 那 這個部分讓議題很大 也不期待說 各位能回答什麼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謝謝 謝謝 第一組就是 剛才是說 口肉 毛肉這種很巨大的 人化的差異嗎 那 我自己 我自己是身邊有很多素食的素食主義者的朋友 那 他們最近我看了一些很多關於食物相關議題的書 比如說像 為什麼 狗是寵物 豬是食物 對 那我覺得 這種文化的差異 巨大的差異 我覺得應該是要 嗯 怎麼講 學會先 先靜下來去 去觀察 觀察 觀察這個人 或是觀察 他的想法的脈絡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他表現出來的那個 單一的面向就是 他吃狗肉 或他吃貓肉 這個行為 那為什麼他會吃狗肉 他為什麼要吃貓肉 那像這個東西 我有稍微查過 那 我查過的 我得到的一個 其中一個解答是說 就是他們那邊是 不要少 像我們用那麼多種的 家畜的選擇 他們 他們的肉類的選擇 其實是比較單一的 所以 狗跟貓就是他們比較接近的一個食物來源 所以他們習慣就吃這些東西 那 就像我們台灣也會吃 像什麼蛇啊 或是什麼 什麼 之前我聽說什麼 活魚三吃 什麼之類的 或者說什麼 猴腦 這個東西不殘忍嗎 就是 這個東西也很殘忍啊 那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殘忍 然後就覺得說 吃狗肉怎麼殘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要 需要時間 需要 嗯 先放下 成見 然後 試著用對方的觀點 先看看他怎麼想 對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想 那 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 改變什麼 你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是要花一些時間的 對 那 只是我跟妳一提的回憶 我想要補充一下就是 九萬十文化的這個部分 呃 我們因為我們身邊剛好有個朋友 他跨足到動保的議題 然後他本身也是我們移工人的夥伴 所以他一直就是很掙扎 因為他動保的朋友 他很非常的對於移工團體大的反感 那 但是我覺得 我們這樣類型的 呃 團體反而是一個中介者 就是 嗯 當然 吃狗肉吃貓肉 可能有他們的歷史脈絡 是他們國族的文化之一 但是 呃 我們也要讓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就是 你來到另外的國家 雖然沒有要叫你 完全的 呃 就是 呃 習慣我們的台灣的文化 但是至少法定上 你必須要遵守我們的法定 那對於 呃 這個吃狗肉 的這個 行為 目前在台灣 就是一個不合法的一個行為 是會受到 呃 就是 會有法經的 對 所以 我覺得像這類型的 呃 一些告誡 或是一些法律上的知識 我相信 呃 應該 應該要有更多的管道 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知道說 呃 其實他們 我們可以 試著去理解他們的文化 但是你到了另外一個國家 要必須還是要遵守當地的一個法律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看法 都是 嗯 嗯 就是不會那麼的極端 我們 不會希望說大家完全去包容 呃 就是所謂的東南南文化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先試著去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行為 那 不要在沒有試著理解的這個 努力之前 之前你就去用個偏見去看人家 因為我們其實也不希望我們去外國人家 就是 呃 以前 以前他們外國人叫我們是chink 那這是一個非常 呃 呃 非常非常不好的字眼 對 所以 呃 大陸提出來的一個問題是自學性的社團 他們的 他們為什麼會組成 然後還有他們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呃 我們目前其實有接觸了大概三四個團體 然後我們都稱為他們叫文心團體 因為剛好他們呃 呃 從事的都是有關於閱讀或是教育性的社團 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呃 呃 印尼的 一個文學性的社團叫FLP 他們是全球性的社團 只要呃 在各個國家有印尼的印尼人 然後他們加入這個社團 他們就可以在呃 這個社團裡面進行寫作 進行他們呃的文字的出版 所以那在台灣也有一個台灣的分級 那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覺得很很驚訝 竟然有這樣的一個社團 那其實他們的力量非常的龐大 他們也出版很多書 那再來就是說呃 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個社團 他其實是一個有跟印尼當地的呃 呃 教育系統的街上就是有合作契約的一個社團 因為呃 他們透過這個社團排的一些課程 那他們可以呃完成他們未完成的學歷 對有些有些人的確是在印尼沒辦法完成小學 到高中的學歷 他們就來到台灣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他們不想學習 那很我們看到很多例子 還有說雲林的書裡面都看到 他們擺脫了原本的那個環境 到就是農村的環境到了外國 他們反而丟掉了很多束縛 他們開始很努力的去爭取一些權益 這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慣性 就是像我們出去外國讀書 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呃 就是像我是民雄人 然後我以前都覺得民雄好就是好帶 因為我要想去台中想去台北讀書 對那呃 我們當初一定也是用這個想法去看自己的家鄉 然後所以我們到了國外或是到了其他城市都特別的拚命 想要去積極的參與很多社團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心情之下 才會導致他們在台灣或是香港新加坡 他們都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社團 所以呃今天是介紹的其中一個 那我覺得可以如果你們身邊 或是家裡面有呃外國朋友 可以試著問問問看他說 除了臉書上的社團 你們是不是還有參加其他社團 然後你們可以交流一下 我覺得很有趣 還有哪些 哪些人有問題 我們再開放兩個問題好了 欸這就可能有點離題不過還是稍微講一下 那個我們說打造友善環境嘛 其實最近有個新聞就是 有一個原住民朋友他為了94歲的母親要吃那個上香肉 結果他去答案去打 結果然後被判了三年四個月還六個月 六個月 對 然後你想看看原住民友他在不管是從49年前來 從親愛台灣的那些難民嘛 跟跟我們自己土生土產這些台灣的約好嗎 你看到沒有他們 原住民友他在跟我們鄉土四十幾年了 我們不管是不管怎樣 我們用不到包吻他們嗎 好像沒有欸 而且說是當英國主嘛 我怎麼覺得那個是被教育出來的當英國主 那並不是本來的樣子 就好像我們對東南亞的印象嘛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他們 怎麼樣嘛 小國掛名的 可是我們自己台灣也是掛 小國掛名啊 為什麼會喬皮人家 那是因為從以前歷史課本 開始看起來 講到賢羅泰國 啊 操控的 越南 啊這個操控的 啊韓國這也是操控的 怎麼每個國家都是操控的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明明就是小國掛名的 怎麼大家都是來操控的 哎 我們就變成那個 要用大口子的心態 而且 而且如果知道 我以前讀了那種日子時代的文學 然後 下人養 下人養 去檳榔魚要去哪裡 去那邊都賺錢的 去發展 但是我都在那邊商機很多 是很那個 我會 對 當我們這一代 我們覺得 印尼東南亞 這都很不大的地方 你看 就 尤其是我們父子輩 應該是更明顯吧 你看到 如果隨便跟家人聊聊 你帶一個 你帶一個有人的 好不 那就是燙啊 那個醜瓜啊 那種做事 那不是越南 是印尼 因為越南話就說 這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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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這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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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如果有被 那個家長說 要不要娶 外籍新娘的人 應該會不會有 相當的意見 所以說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一位 我想回應就是 也不算什麼問題 就是回應老師講的話 就是 學二理解法 那我覺得 台灣 還算 台灣其實 異文化很少 沒什麼異文化 有可能如果 或者是去歐洲 英國那一邊的話 就是 剛才講 就是 可以介紹 就是我的英國的書嗎 那 像 他們 他們那邊 的確是 文化衝突 是非常嚴重的 尤其是 我說的是 像移民好了 他們的 根本上的差異是 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像 我之前 我有做個研究 法國 法國他們在2006年 就是2009 Sacuzzi那個時候 有那個 禁止那個 慕斯里 就是 維交部 他們穿 2006啊 對 你就謝謝 穿那個 E cup E cup 就是那種 有露臉那一種 有露臉那一種 對 對對對 跟Burka Burka是全部都造那一種 然後後來 後來2009年 又進步 就是更嚴格規定 那是因為法國基於 他們認為的 就是一個 世俗主義 但是 伊斯蘭 他們認為 他們 伊斯蘭做那種 就有宗教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這個 價值觀是非常 格格不入 所以我覺得 學會一切包容尊重 我就看了還 還蠻多問號 因為就是還蠻難的 這樣子 那 回到 就是講 台灣這邊的話 台灣為什麼 到現在還沒有 那麼嚴重的 就是跟 東南南 就是 義工好 我講義工好 我覺得很大部分 就是 就說 就是是義工的 就代表說 他們是 不是移民 就是說 說難聽點 就是 他們比較像是 保險套 用過後就可以丟了 所以就是所謂1095 那就是老實講說 為什麼 公會很難 不是很難有公會 因為 他們帶一下子 然後 台灣就把他們請回去 所以 就是 就是跟西方 尤其是歐洲 歐洲 所謂他們的 心理想像的多元文化主義 雖然還是 表面上的多元文化主義 世俗主義 但還是 很多衝突 但是台灣相較來講 就是 比較不會有衝突的 就是 我一個 小小小 好 那我想 想回應一下 就是 我自己對於台灣 目前的多元社會的 一個想法 就是 我之前去在 德國實習 然後 其實我去德國之前 我是大致有聽聞說 那裡有很多土耳其的移民 那 然後我就 那麼想看電影 然後我就看了一個 叫做 歡迎來到德國 那我覺得 這部片 很推薦大家去看 這個 就是他在講述說 他們早期 因為二戰之後 需要大量的勞工 來到 德國工作 所以他們開放 這些土耳其移民 來到德國 而且是 擁有 他們 就擁有 永久居留證的 對 那 那是因為那個時代背景 之下他們做出來的政策 所以讓他們 就是 從本來的客工的身份 很 比較容易就直接轉成移民 但是 他們其實這 這幾年來 這十幾年來 一直有很多文化衝突的 事件發生 但是 但是我覺得 以德國的案例來講 我看到的是 他們 用比較正面的方式 去看待文化衝突 至少 在 以我的 德國的同事來講 他們 他們從小的學校 他們每個人都 都用很 就是 都是用很正面的 教育的眼光 去看他的 土耳其的同學 所以 我覺得 那 現在又在台灣 又有很多 新住民第二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教育這個東西 很重要 因為 你從小 你旁邊的同學 就都是 有很多都是 新住民第二代 那 老師該怎麼 教我們 這個觀念 那 我們父母親 又要怎麼去 去接納 這些 不同種族的第二代 一個是 一個是 滿 滿需要去克服的一個 個問題 所以 其實我們真的 離那麼多元社會 還有 很大一段路 需要走 那 可以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前 前天吧 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政策 就是 行政院決定 接下來 對於 南嶺階級的移工 要開放他們 可以成為 技師 可以得到永久居留證 的這個政策 那但是前提是說 南嶺階工 他在台已經 工作九年了 然後 他獲得 他雇主主動申請 然後獲得一個 良好的評點 那 他就可以成為專業技師 然後 他還要在台灣居住五年 之後 他就可以 申請永久居留證 那 我們聽起來 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但是 我覺得 這算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我們過去 是不允許 藍嶺階級 去申請永久居留證的 但是 藍嶺階級 或是宗教的 神職人員 是可以的 那 所以 我相信 未來我們 就是十幾年後 會碰到的一個挑戰 就是 這些人 這些移工 他變成了移民 那相對的 他會帶來他的家屬 那又是一個 更大的 文化 大龍龍 需要我們去看 就是 每個世代 我們面對的問題 都不一樣可能 就是這群女中的 學生 他們到時候就會 看到這樣的一個跡象 就是請他加油 我最後再做個分享 就是說 前面可能會有點離題 可是前幾天看到那個 一個網路節目叫 鄭文 就是 他第一集是訪問那個 就是 柯文哲 然後在講說 醫療崩壞這個問題 那 呃 他後面提到的一件事是說 就是他 他有去 就是他有去 國外就是 呃 有發現就是說 他們醫生都會去檢討制度 哪裡出了問題 然後可以去改進制度去 呃 去讓整個 呃 醫療措施也更完善的 那台灣為什麼 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 台灣的人民的素養還不夠 為什麼不夠 他說 戶外戶心無良 你有辦法原諒醫生 醫生醫師你的家人嗎 這件事我覺得 欸 那我覺得很衝擊到說 就是 當我們 一個社會沒有到 戶外戶心戶亮的時候 整個社會 是沒辦法這麼提升的 他說 呃 他提到的案例是 北歐有一個 呃 黃金先生什麼制度 就是 他們會有一個 醫生的小組會議 然後就是 呃 假設今天他醫師人 然後 我們現在是可以 坐下來好好聊聊說 那 那好 你說實話 這個問題我發現 因為我自己在社團中 很常發現的問題 是 大家想要推薦制度 因為 大家會很被指責 所以我就 不說實話 我就說很多藉口 很多理由 那 整個社會是沒辦法去改定制度 因為我是 從制度面上來看的話 是這樣 就是 我們沒有 人民裡面到一定的水準的時候 是沒辦法去 讓社會更激伏 社會更完善的 所以我覺得說 呃 這件事是一個長久的 一個計畫 我覺得在場 大家都是一個種子 然後大家都可以 去改變你自己身邊的人 我覺得 改變不是說 你一定要齁 像陳偉廷 或什麼 什麼其他的事實人物一樣 去街頭抗議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不用 就是你知道 印象你 你身邊的一個朋友 一個家人 一個 一個其他人 我覺得這樣就是 一個很好的 一個改變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是 可以慢慢去 去 把今天得到一些收穫 然後 回去好好思考 然後 呃 思考了一些結果 那也許跟你的朋友分享 然後 呃 讓你朋友一起參與 一些一些 一些改變 這樣子 好 那我分享給大家到這裡 謝謝 呃 呃 從今天這個講 今天這個分享 大概就是到這邊結束 搭起文化橋樑 打造友善的環境 學會理解 包容與尊重 這個是 非常理想的一個狀態 可是呢 從剛剛 呃 各位朋友 還有我們兩位 這個年輕的 優秀的年輕人 大家互相討論出來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一件事情 這樣子一個理想的狀態 如果沒有涉及到制度的改變 這個理想的狀態 是不會出現的 而這個制度的改變 最珍潔的一個 責心是 我們要不要去重新思考 什麼叫做 國家 什麼叫做 國主 什麼叫做 national culture 什麼叫做 公民權 如果今天 藍領的移工 能夠獲得永久居遊權 難道我們仍然期待 他繼續跟他的家人 再分離的五年 八年十年 還是我們要開放他的家人 能夠擁有團聚 就是在台灣的藍領移工 能夠擁有家人團聚權 當他的家人來台灣團聚 當他的家人來台灣團聚的時候 後面就涉及到的是什麼 保險 涉及到的是 蜘蛛 涉及到的是 就醫 涉及到的是 他們可能還有下一代的教育 而這些涉及到的是 制度 涉及到的是公民權 我們要重新思考這個公民權 如果沒有重新思考這個公民權的話 這樣子一個理想的世界 恐怕是不可以達成 好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長官小姐 還有我們這個江先生 來這邊跟我們分享他們的 這個田野的心得 那今天的這個座談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那在跟各位預告下禮拜折舞之前 就是想跟 想幫朋友就是 打個廣告 那 就是在大雅 在明天晚上 12月5號的 6點到9點 在大雅的 假熊爸 就是那個 早餐店啊 在大雅明星店的 假熊爸他們要 辦一個青年影展 對那要播的電影是艾琳娜 對就是之前的一部9片 那其實 這個團體是 大雅跟厚里的幾個青年 他們就是 組成一個團體 那他們也希望透過用影展的方式 去談論一些 就是在地 就是一些青年回到在地之後 他們如何去組織 那如何回到家鄉 就是一起打拼 想要改造家鄉 那如果你是 剛好是大雅人 或者是後裏人 是在地的朋友的話 也歡迎你可以到 就是到明天 就是明天 跟他們一起來參加 這樣影展 然後跟他們一起做討論 那下禮拜呢 下禮拜的折五 我們是跟 國際特色組織合作 那有一個活動叫做 寫一封信 寫一封信 救一個人 那其實這個是12月 國際特色組織的 寫信馬拉松的活動 其實在世界各地 除了我們比較關注的 之前在中國是有一些維權律師 也因為幫一些人 所謂的一些 比較弱勢的族群講話 有被中國政府非法的囚禁 那其實在各個國家 例如馬來西亞 例如緬甸 其實都有這樣的政治犯 或者是良心犯 那下個禮拜 就是要談論這個議題 那有興趣的朋友 一樣歡迎 就是7點半 我們一樣在好辦 對 我們下禮拜見 那一樣就是 其實整個星期五 就是有一群志工組成的 那我們沒有任何的 薪水什麼的 但是我們一樣會有一些支出 例如說場地費 或者是從外地來的獎子 我們會幫他們 支出一些交通費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剛好 錢包零錢比較多很重 想要減少一些負擔的話 就是就可以把一些多餘的零錢 就是投到我們的益住箱 對 那這個是 就是隨大家的心情就是 對這個是不強迫的 那如果有 可以就是做這樣子 益住的朋友 那歡迎你就是 贊助一下 他學學的星期五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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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